1月9日一早 记者实地走访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水溪院区 在重症医学科病区看到 主任医师高鸿梅正在查房 详细了解每一位患者的情况 通常这样的病人他进入ICU的标准 就是各种疾病所导致的危重状态 所谓危重状态我们说大家所理解的 比如说这个病人对于呼吸系统的时候 有养合的下降 有养合的下降 对循环系统有血压的不稳定 还有病人心功能有心衰的表现 还有肾功能有肾功能不全的 一系列的病发症和表现 就是各个系统所造成的一个极为重症的状态 都是我们重症科或者说ICU收治的病人的这样的标准 从2022年12月中旬开始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水系院区 充分发挥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功能 重点收治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 加强监护和重症监护 所以这样的病人就要动态的监护 动态的评估 然后动态的去治疗 然后形成一个循环 就是监测评估治疗 然后一直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是一个闭环的 对病人的一个管理状态 目前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水系院区 启用重症医学科病房51张床位 重点收治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 另外还准备了15张床位 只要有需要 加装设备后 也能马上用于重症患者的救治 眼下在重症医学科 有120名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 国家卫健委重症监护科建设指南当中 就提到了 有关于 就是医生的比例是 0.8到1 比一张床位 那么护士的比例呢 是2.5到3 比一张床位 被用的人员啊 然后不断的就加入我们的这个队伍 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医护比 由其他科室的 相近科室的人员呢 进行了专业的培训 达到我们所的临床需求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水溪宴区 启用了体外二氧化碳清除技术 同时给予机械通气 血液净化 ECMO等知识治疗 使重症患者转危为安 此外 医护人员还要对患者按需进行 俯卧位通气治疗 翻身拍背 气道管理等日常护理工作 和针对性治疗 目前对于心外肺炎 这样重症病人的常用的一个治疗方法 比如说机械通气啊 包括腹胃 就说所谓的腹胃呢 就是病人要趴着 趴在床嘛 大家想 如果对于一个咱们正常状态的人来说 自己趴着 完全可以自己去实现这个动作 那么当这个病人是昏迷状态的 缺氧状态的 气管插管的 外呼吸机的 包括血压不稳定的 包括身孤动不全 肝孤动不全的这样的病人 要他成一个被动的 趴的这个体位 那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啊 包括去监护 包括去他实现这个 所谓的这个动作 那么都需要很多的人力的去支持 比如我们有说 尤其带着机械通气的病人 甚至带着Ecronome的病人 同样也需要 所谓的时候 我们可以消耗 旁边实现这个治疗和动作的 大概需要六个人 随着治疗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病情好转 顺利转出重症医学科 回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一个星期相当于一个周期 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的三批病人 都逐渐的在有转出的 有直接出院的 所以说大量的病人呢 已经走向了康复